主席 指揮,各位委員,各位秘書長,還有各位政府的這些長官,各位免禮朋友,工作人員,大家早 請秘書長 我們請謝秘書長 江委員好 民事長,老早 現在跟你談談你的看法 當然這個在報章著書上都講得很清楚 關於我們大法官665號的解釋 當然在這裡面有關於這種101條 有關於這個限縮解釋的一些問題 還有403條的 有關於這個檢察官對於這個審判中法院所為停職羈押的一種抗告的問題 還有就是婚案的問題 這個都是被認為說沒有違憲 但是我們都了解到在這裡面當然有很多實務性的法官 大法官大概都比較傾向於說他是沒有違憲的 但是所以我們這個協助資深的 意見蠻多的 包括李正三 包括林子儀 包括這個 許忠利 他們都有他們的看法 我想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學校裡面要有老師來推動 這個理論的跟食物以後的這個佩服的問題 那麼老師當然他是一個比較前進的 所以當然我們在這一次的這種這個 有關這個101條裡面所想的這個限述的解釋 當然有這個大法官 他認為說假如說我們沒有做一種這個很審慎的去做一種調查的這種情況之下 只看到101條 他講的就是什麼重罪啦 怎麼有逃亡什麼什麼 有這個本刑五年以上的這個圖刑的話 那我們就給他激壓 他是認為說可能就會 違反比例嚴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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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他這裡面有 有無罪推定嘛 還有所謂這種這個 武器平等啊 防疫權的減少這種狀況 違反這個比例嚴則 那當然我們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對這個本案來看的話 我們是似乎是符合這101條的第三項的規範都沒有問題啦 但是我現在請問這個秘密長就是說 這種所謂這種這個101條這個限述這個解釋啊 是根據奪國的台西的這種這個案例而來的嘛 那我個人也是認為說這個是蠻好的啦 不能說單純依照101條的這種這個規範 我們就把它激壓啦這種這個情形 那當然這種情形 我不曉得這個秘密長你的看法是說 這樣的一個方式齁 我們還是以後要依照這個大法官的 大法官的解釋不是都對的齁 大法官的解釋也就是 亂七八糟也是有的啦齁 我們所講的不是說 大法官他就是神啦 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我今天很多要把這個大法官他 所做的解釋不宜的 我要把它講出來 但是只有十分鐘喔 講不出來啦齁 就是說大法官他是 對我們很多的這種這個所謂 潛力的保障他有做很大的 這樣的一種這個解釋齁 像我們公法的一些推動 他就是大法官來的 但是也有一些的 他所講的也不禁止說 他就是代表一個正義的這種這個情況啦 那因為他是一個 一個活躍制度的這種這個情況嘛 所以我要請問這個秘書長就是說齁 像這種剛才所講這種 有關101條這樣的一個 大法官的這種這個限縮解釋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的情形 呃 以我的立場呢 我司法院秘書長的立場 當然大法官做出解釋呢 呃 我們都要尊重 這個 將來不只是檢察官啦 法官審判的時候 當然會以大法官解釋的這個精神 去處理 任何的案件 任何的擠壓案 是啊 大概是這樣 那他解釋當然你們要去 他解釋就有法律的效力嘛 其實大法官以前自己講說 他所解釋就是有 他解釋什麼有法律效力 那他自回啊 這是不能解釋自己啊 你曉不曉得 是 那早期來講他解釋他這個 可以有什麼什麼 這個是不對的啦 他應該是法律規定啊 他有什麼什麼樣的一個前者 不是他自己講說 我所做的解釋 就既有法律效力 可以解釋全國的什麼什麼情形 這個其實 不宜啊 對不對 當然現在他所解釋的這種這個情況 我們是認為說 我們必須要去依照他的解釋 因為他有法律效力嘛 對 後來法律規定的嘛 這種情形嘛 不是他解釋啊 是不是這種情形 自己的不能講啊 是 就是人家講說 我們講到什麼就駐毀啊 他這也是駐毀 那我們當然要 那個665號解釋呢 我們當然要照這個解釋來做 對啦 我是認為這個是這樣 但是 現在我是問你說 他的解釋 你認為怎麼樣 不是依照他的解釋啦 你認為這個是很 跟德國這樣的案例 你認為是很 依照我們刑事頌法 第101條的這種規範 他當然也講很多啦 沒有錯 所以我們還是依照這個 這個刑事頌法 第101條說 只要這樣我就給你擠啊 或是說我們還是要 依照大法官的時候 還是要做一種 這個比較著重的一種方式 我請教委員呢 委員是說我個人 對這個解釋 你個人啦 不是看你是 因為我今天那是以示威愛民事長 在國會電堂 我不能有個人的角色 那我講 我就自己講 我是希望說 因為每個人的這種看法都不一樣 希望聽聽民事長 你這方面造語很高嘛 你的這種講法 就是我們的 要以後要怎麼去執行的一個方向 我沒有研究 另外我其實真的不宜在國會電堂做自己個人的角色 可能我們以後法律要重新的考量還是不定 就這樣這種情形 好 那民事長 我現在還要請教你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 大家就曉得我們這個 根據我們這個 呃 我們這種這個 憲法的規定 憲法八十五條 八十一條 八十五條 就關於這個道 這個法官是中生職嘛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這個中生職啊 是 從 早期啊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 憲法制定的時候 是怕這個我們司法 受到這個行政 等等的這種感受嘛 所以給他這個中生職 其實現在在講中生職 其實不宜啦 我以前在國大的時候 我講了很多次啦 後來我就沒有講了 因為在目前來講 是一個 法制 一個自由的一個 一個國家齁 沒有什麼這個 所謂叫中生職 包括我們五星上將 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 中生職的這種情況 啊所以 要受到 法律的保障是 一定平等的這種狀況 那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是說這個 因為要改憲法 不簡單啦 修憲不簡單的這種情形 那所以在這種情形來講 我們現在對這個法官 或者是檢察官 都有 都有所謂這種 這種這種 退養條例嘛對不對 對 優異制度 優異制度 退養條例嘛 退養條例就是說 你70歲 退就加140嘛 對不對 70歲以前 但是你60歲又不行 65到70歲 那是鼓勵的作用 我是曉得 希望他能夠去退 但是其實來講 現在我們根據這種資料 還有 現在沒有退的話 大概有23個人 他沒有佔這個名無 他是沒有佔名無 但是 會不會影響說 因為有這樣的人 那我們這種這個 這個這個經費 那我們這個 新陳代謝的問題 會不會產生 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就是說 在這種裡面 我們看到說 這些 這種這個 沒有退的 沒有退的這些 這種這個所謂 我們剛才所講的 優異的 這些法官 我們當然對他 非常的 這個 這個尊重 但是我們了解到說 他這裡面 就是說這個 他還領了這個 他沒有在辦案 已經退到第二線來了 他沒有辦案 然後還要領這個 主管加級 有沒有這個事情 其實 委員剛剛 指教的這些呢 委員幾乎比我更清楚 沒有啦 我很競騙 委員呢 這個非常深入 其實就是因為憲法 這個條文 這樣來的啦 那你不能夠說 那 他終身都不退 其實年歲也很大了 那影響到自己 也影響到人民的權利 所以 應該是很早 包括在林院長 林院長 之前 才開始有這個制度 他制度主要是說 鼓勵 你在65歲到70歲 這個階段 這種鼓勵我沒有 我沒有意見啦 那70歲以後 因為你沒修憲 這個問題呢 就一直沒得解決 他不會不退 是沒有問題 就是說他反正是我要當法官嘛 憲主法官嘛 那我們沒有辦法嘛 因為我們憲法實際上規定 但是其實 這種情形我們是 還可以理解說 他到了70歲 他到75歲不退 其實啊 現在目前到70歲 還是非常健康 還是有啦 但是啊 真正能夠去審判這案件的 也不是很多啦 因為他 都各種過外面的情形 那他當這個研究當然是沒有問題 所以他要把他這種獎勵 希望他能早退 所以我們用這種優異的 退養制度來給他這種 一個誘導嘛 但是我現在所講就是說 因為這裡面講說 他沒有在辦案 為什麼他可以領這個主管加級 因為 優異法官 還是限職法官 對啊 依照我們現在 目前的這個法律的規定 你有職務加級嗎 有定義加級嗎 還有什麼加級 你沒有在辦這個所謂 你怎麼可能有職務加級 我跟委員報告 優異法官還是 還是法官 還是限職的法官 沒有錯 法官呢 依憲法第81條規定 沒有法律根據呢 規依法律 不得減控 沒有他沒有減控啊 沒有當 沒有當職管 他沒有不能領職務加級 這是天經地義的嘛 沒有給他減控嘛 民事長 哪裡有減控 沒有啦 你講出來 我是把他點出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人都在講 那你沒有在當這個法官 他怎麼可以當 他沒有當這個職管 為什麼他可以職管加級 這因為我們法律的規定 對不對 我不是反對 我說你要的話 你就寫一個文來 所以以後我們特殊法官 都這個法律的規定 我們就給他職管加級 那就沒有法 但是現在不行啊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你哪一條都沒有合說 一個退職 一個縣主的法官是 在第2線的 那他可以拿這個所謂 這個職管加級 其實在法官法 查案呢 查案還沒有 查案現在還沒有夠嘛 那當然我想是 當然沒有錯啦 其實是要這樣的思考 就是你要拿掉他這個 要有法律遺跡啦 要有法律 要有法律遺跡啦 不是啦民主長 你沒有給他拿掉什麼嘛 每一個這個優異的法官 他不是原來就有主管加級嗎 奉吉呢 其實你現在是 我現在不曉得 你現在每一個法官都有主管加級嗎 對對對 每一個法官都有主管加級 每一個法官都有主管加級 叫做主管加級 檢察官跟法官都有主管加級 他因為他是一個股齁 他有指揮啦 領導一個股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根據他 我現在手上沒有辦法 你報告 所有法官跟檢察官 他限制的法官跟檢察官 那我曉得啦 因為每一個法官檢察官都有主管加級嘛 那個不能叫主管加級啦 那什麼叫主管加級 他不是主管加級啊 那個叫主管加級 不是啦那個名字不對啦 那個不是主管嘛 你像那個檢察員的話 他的檢察委員也不是政府所長啊 做錯啊 那寫的政府所長做錯 這不對的啦 這種這個情形 我們立法院還是政府所長 我們立法院是跑腿的立法委員 實際上情形啊 這個民主長 所以你要給我沒有問題 但是不能叫主管加級 那個可能是主務加級的一種嘛 對不對